今天要跟各位介紹這隻經典款的角色 是蝙蝠俠裡面的反派 應該是最強的反派吧 經典的蝙蝠俠黑暗騎士三部曲裡面 第二部曲的小丑 The Joker 黑暗騎士版本 諾蘭三部曲裡面的小丑 那這一隻呢 幾月啊 9月上市的這一款 那我也是上禮拜才拿到 因為他要隔一個月 大概隔月啦 隔月才會收到商品 我覺得我蠻喜歡這一次的盒子 那他跟黑暗騎士的外盒也是都霧面的 做外面處理 那這個盒子就是很有那種 那麼講 陰森的感覺吧 就是用紫色跟綠色做配色這樣子 覺得還蠻帥的 因為自己都黑那個綠色 那盒子的側面也就是一些小丑的特寫啊 然後背面一些配件跟POSE的介紹 那有萬代的雷射貼紙 萬代台灣 台灣No.1 這隻小丑就在旁邊 OK 那其實這個角色非常經典 我瞧一下畫面 晃到 很經典的一個角色 那 過沒多久 西世代傑就意外的去世 那其實大家都對於他這個角色非常的 印象深刻 因為他演的真的是太出神入化 那接下來就來介紹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這集的細節 OK 好喔 好喔 來我們先來介紹一下細節跟配件的部分 那 這一款呢 我其實覺得他的替換手 非常的豐富 那 他們一樣的 尤其我覺得拿撲克牌跟拿那個 刀子那個手會比較 有啦 後來有認出來了 就是他其實有一些手是有特定的 東西 然後可以替換 特定的手 應該說對應的武器 對應的武器可以替換 對應的武器可以替換 有特定的手勢可以替換 有點繞手 那 目前我擺了這個POSE 就是拿撲克牌的POSE 這樣子 OK 拿起來是有點怪 因為他有點 本來有點卡不太住 那 那 他這次的替換 頭雕比較特別 因為其他 是沒有買過其他的 他的 表情是用 那種 點一下 對焦嗎 對焦 有了 那他表情是 用那種半邊臉的方式去做替換 那 有三號 有三種表情 那一號表情呢 應該是他 剛才臉上就是面無表情 然後再來是這種 笑的有點詭異的 表情跟 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這三種 對 這樣子 半邊臉 就是要拆掉 那 配件的部分呢 有這個 武箭筒 武箭筒 武箭筒炮 帥 我本來以為這個可以 搬動 握把的地方 之前當過兵有那個 拿過那種 踢拐式機槍 他的握把就有點像這樣 可以提起來 這個 好像 看起來是不能動的 做的有點像可以動 實際上不能動 我箭筒 帥 然後這裡有一把 機槍 其實他金屬沒有做到 應該 沒關係 反正槍都是霧面的 我覺得這樣就做得還不錯 還不錯 要跟一把小刀 有點像蝴蝶刀 蠻帥的 那替換手的部分呢 就是 對焦一下 那 這個大概有 總共 6對 加上握拳的內隊 有6對手可以做替換 還蠻多的 那 再來是介紹一下 細節的部分 其實他這個紫色大衣沒有做得很鮮艷 那我好像有看到另外一款 Mafix的 他出的第三 3.0版本的小手就是他的外� 外� 紫色外衣會比較鮮艷 他這個是比較暗 不過 不錯啦 可是比較 比較 比較 覺得比較 另外一種方式去呈現 也不錯 深紫色 那他裡面的 細節做得還OK 那其實他這個 應該全部都是 裡面的 一種亮橘色的那種 內 應該 延伸到上面 不過 OK 做到一半這樣子 然後這個有個小背心 背心吧 背心 背心在這 裡面這一件 啊!不可白被我弄掉 那我其實覺得他這個襯衫的部分做得也不錯 細節刻紋都有出來 一種 有點蜂蜜 網格的感覺 跟領帶 那這 這一套有點像 迷雨人的那種 衣服裝 那剛剛其實沒有仔細看一下他的頭雕 我覺得他 也做得蠻細 他臉上的疤 跟 小丑裝 跟他的把射 那其實背後都是一樣的後腦勺 那 唯一就是 表情不一樣 就是前面 前半部的半張臉 半張臉 可以做更換 這樣子 那 腳的可動 手也是一樣 還有 內部還有 暗藏一些關節在 裡面 可以做非常 自由度的 可動 非常大 他這個彎曲就沒有辦法像 鋼鐵那樣彎 彎到底 大概90度就差不多了 對 對 OK 那 那 Mafix 3.0 他那個 好像可以把 兩隻手拆掉 然後換成沒有穿大衣 的那種 版本 覺得還蠻酷的 他這個 SHF好像沒辦法拆下來 之後 應該是 不知道會不會再出來 再看看 這樣 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就要買Mafix 去做 替換 這樣玩起來會比較有效 那 褲子的部分 他這是做素面的 他皺摺都有做出來 還蠻細的 其實我還蠻想買那個 東尼 東尼史塔克 那一款的 可動 覺得那一款也不錯 OK 大概看一下 關節球的部分 那 腳的部分大概也可以 這樣 做這樣子的 彎曲 這樣子 OK 他其實有個小機關在腳底板 所以 這個 暗藏一個 刺刀在下面 這樣 可以做一個背體的動作 一 一 一 太賤了 現在用這招 來硬的 一刺 基本上 這一款 大致上 整體來講 都還不錯 做得也蠻細的 以六歲來講 覺得 還不錯 做了 而且 刻畫也蠻 逼真 原本 還原度非常高 原本電影的 角色 OK 那最後當然就是 要一路往常的 Action Pose部分展示 Check it out 可以 再試一下 再試一下 做更多的 按摩 足央 做更多的 by bwd6 by bwd6